大家好啊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紧去联系我说 我会去哪里摆摊 所以对我来说 开心的点不只是 我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还是我好像开始在摆脱 过去的我 舒服 我开始可以作为一个人 堂堂正正的 获得生存权利 不再被谩骂 被举报 被驱赶 被拒绝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消息 另外就是 虽然景区那边 我可以去摆摊了 但是我还是想去 昨天那个小姐姐那里 去摆个 三天左右 如果我的摆摊 可以让她 多赚点钱 那也是 我这段时间就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就是 吃粽子嘛 是我最喜欢的 咸蛋黄 肉粽 明天见呀